首先整件事是2004年6月份 我女友發現患了血壓 當時找到她三姐姐的骨髓是對的 但她姐姐不願捐 沒辦法接受西醫治療 接受了三個月左右 效果不太好 身體很差 我轉了去接受中醫 找了一個很出名的中醫幫忙 效果除了疫苗報告之外 人比以前精神和健康了很多 同事都說肥了、白了、漂亮了 去世了九個月 去到2005年大約八月左右 她突然有一天肚子開始著 肚臟脹是皮腫 從醫生的角度 在血癌中是其中一個跡象 但是醫生又說 為何長得這麼快 而且程度這麼硬 因為很硬 她說是很硬 我們相信是病的問題 病的問題 去到有去 去到大約是十月尾 十月尾 其實肚臟是沒有縮 沒有縮 而且可以駝著小朋友 其實挺辛苦 她開始發夢 夢見一個男人 在夢中出現 她的男人每次出現時 就是要跟她 我問那時 我女友就寧容給我聽她的男人什麼樣 她說是一個很平面的男人 看上去不多角有龍闊 但是又見到五官 是一個男人 在做什麼呢 她就會跟她一起做一些很重複性動作 例如吸引、分子 總之是重複重複一些很辦公室的動作 整晚都是這樣 總之第二天起床 她覺得整個人都散散 這件事可能當作是做夢 但同時她有個二姐姐 就走了去問紫薇斗數 她自己爆出來 問紫薇斗數的時候 她說那個所謂的師傅 告訴她 說見到你家裡 見到你家裡有個小朋友 是你媽媽 樂的小朋友 是你弟弟來的 奇奇怪 為何會問紫薇斗數 見到小朋友 可能不知道找到什麼 仙姑 我們不要理她 開始在一個階段 發現可能會不會是小朋友 影響她的皮 還有會不會是小朋友 在夢中出現 變成另一個男人 因為她是一個男生 經過我的老友 認識了一個泰國的高人 和一個香港的高人 他們就搞一個方法 有這件事 你只要做在她的床頭上 只要放一件事 你就可以知道 她是不是跟你有關係 她所謂的關係 可能是有親屬的關係 或者是有些因果要尋仇 不是無緣無故在旁邊經過 搭一下你的肩膀 她說你試一試 她說如果有的 你會好好睡 還有你見不到她 第一晚 即刻她說 很好睡 我不用再做那些操縱的事情 在她眼中 即是見不到那個男人 還有不用做那些重複動作 因為她翌日要上班 她每次這樣是很辛苦 翌日要上班 她就覺得 OK 過了一段時間 因為我每天都要做這個動作 只不過是說一件事 這樣就OK 過了一段時間 有一天 我記得她 她告訴我 出現了一個女人 但那個女人 就不是跟她做什麼的重複動作 就是帶我女友 去一些郊區的地方 只是坐在那裡 那時候我問女友 那個女友是什麼樣子 她說是一個主婦 我說你們有沒有去談 我們沒有去談 只是坐在那裡 她說 但是我跟那個人好像認識 因為我說 她說有個感覺 這個人是不陌生的 坐在草坯看著一條河 看著整個夢 或者帶她去逛逛山 最現代化的是 其他一次是走到一個運動場 她跟我說是進入更衣室 都是同一個女人 她只是帶你走 去到有一天 之前我提及過 有兩位高人幫忙 她那天我記得是四點多鐘 凌晨四點多鐘 那天是打邊路的 你試試叫你女友問一問 問夢中的女人叫什麼名字 如果那個女人 肯說她的全名出來 她說 其實這個在你的夢中是一把鎖 如果肯說她的全名出來 她會解開所有東西 她會肯回答你所有問題 其實如果她肯回答你這個全名 例如潘小聰 她不是回答你 她一定要回答你三個字 全部回答 她就可以再繼續問我 如果她不回答 你這輩子也不用問 即是她說她一定有她的東西 是不想你知道的 她說明天跟你女友說 稍後第二天我問我女友 她說很奇怪 你叫我問她叫什麼名字 我昨晚兩點多鐘 兩點三點鐘 她說剛剛睡醒要去洗手間 之前發了一個夢 又是見到一個女人 又是她 又是見到一個婦人 她說我那時候真的有問她叫什麼名字 她說我叫陳太 之前那個夢裏面已經做了這個動作 是問她什麼名字 而且告訴她 我只叫陳太 我不會告訴她叫什麼名字 暗示上這些潛台詞 她說我不會告訴她叫什麼名字 還有那時候她要經常放假 那就不要緊 去到有一天 是初一之前的一天 那個泰國的高人就告訴我 她說你給你女友家的地址 我今晚會派一些小朋友上去 我會幫你看一下 屋內發生什麼事 是 那天因為那位高人 就要經我女友給了一個地址 我又把我女友的地址 就 SMS給了她 她有晚上就把這個地址給了那位師傅 那天她帶了小朋友上去 回來 她就告訴你 就見到在屋內 見到一個男人 那問那個男人你在做什麼 那男人就說 其實我是要來找一個男戶主 我會幫你看看屋內發生什麼事 那天因為那位高人 就要經我女友給了一個地址 那我女友的地址 就 SMS給她 她有晚上就把這個地址給了那位師傅 那天她帶了小朋友上去 回來 她就告訴你 就見到在屋內 見到一個男人 那問那個男人你在做什麼 那男人就說 其實我是要來找一個男戶主 其實我已經 看開了 我已經想上路了 只不過被她老婆控制住 叫她留在那裡 後來我們知道 這個所謂的老婆 就是那個婦人陳太 哦 OK 婦人陳太 另外 她上去就見到 之前不是說 她姐姐看肚子未走數 說她有小朋友 她說那個小朋友 那個鬼仔 直接這樣說 鬼仔上去見到 有個小朋友在那裡 我問她你是在做什麼 那小朋友就回答 我是跟著我媽媽 我就不會做其他事情 最大的問題就是 見不到陳太 因為只有兩個人在 見到陳太 另外那個鬼仔回來 有一個信息帶給我們 就是說 她除了見到這兩個 陳先生 陳先生和她弟弟之外 她見到一個人 其實在鬼仔眼中 不算一個生人 是一個近乎 她說她的陰性 近乎是一隻鬼的東西 我說 她說她很陰 陰度是近乎一隻鬼 那為什麼這麼陰 就會在一個 那延續下去 你就會知道為什麼她這麼陰 最重要的是 我們見不到陳太 第二天 泰國的高人就叫我 她說 你明天 一見到你女友下班 立即扯她去我家 今晚會派多一次去 因為我想找那個女人出來 是的 她說 如果這樣 可能那個 你一定要這樣去 撞一撞她 等她要來找回 如果當那個女人 是要來 在夢裏找我女友的 她見不到 可能她會逗留一場 甚至可能不知道做什麼 所以你一定要收藏你女友 我們在陳太後中 我們是找到回來的 OK 在第二天 我捉了我女友回到我家 那晚派了一隻鬼仔上去 見到陳先生 見到小朋友 即是她弟弟 還有見到陳太 從鬼仔後中 說回來給我們聽的 陳太的語氣很重 找她的男戶主 你搞她的女兒 是的 她就說了一件事出來 她就說 因為她以前 陳先生和陳太 其實是一個有錢的家族 在大陸是有船 還有租貨運業 總之是一個有錢人 陳太是一個小奶奶 她說有一天 我女友 爸爸 還有她的兩個兄弟 總共三個人 就挾持了陳先生 要她載她們到香港 哦 要她載她們到香港 如果你幫人 偷渡到香港 他們所謂的市政府 那些是會抓你的 哦 可能會是屈錢 或者是其他 總之以前的年代 但我什麼都會做 很害怕 她就在夜 跟她老婆 是 還有 她們有個女兒 一個小朋友 就是陳先生 跟陳太的女兒 是的 就在夜 是走人 走老的 是的 因為 陳太最 為什麼怨氣重 因為她說 我是一個少奶奶 我從頭到尾都不用做事 不是她 逼我老公 無緣無故要幫你們偷渡 我都不用去走老 在她們的走老期間 就是陳先生 就先離世的 哦 這樣呢 所以陳太說 我要找這個男護主 算帳 我們收回來的訊號就是這麼多 所以陳太在那個圖中 在答覆她說 我是找他們 我是找到陳先生 所以她說要抓著陳先生 一齊兩夫妻去找回 我女兒的爸爸算帳 陳太說 我找不到那個女兒 我是找不到那個女兒 是 她說她最疼愛的女兒 她找不到 那之後 所以 就 她 最後 其實她說得是幾仔細 她說 我 足之是去到大約是九五六年左右 是的 她說終於找到她們 我的訊號就是這樣 OK 那第二天 我就靜悄悄去問我女兒的媽媽 我問你老公有沒有害死過一家人 那她就回答 即她想了一會 她就回答 她說 我也聽過那個死人以前說過 她下來香港的時候 又不知道怎樣又不知道怎樣 總之說到斷斷續續 但是那個故事的架構 是有一家人出現過的 但是既然這個架構 跟我們從陳太后裝收回來的資料 是問合的 大部份是問合的 我捉了我女兒的爸爸來問 我問你坦白說 究竟之前發生什麼事 那天她是望著馬步 她是很自由淡定地回答的 我以前邀請了那家人 那個男人 那個男人 再我三人帶到香港 轉頭的 她也回到香港 聽聞她上去 好像不知道被人抓了 還是什麼 那一家人就死了 我請她下來的 我叫她就會等我下來香港 那種 還有她說 我現在也有寄錢回大陸的祠堂 但是她說很輕無淡寫 她不覺得有什麼問題 那兩位高人是知道 但是她沒有告訴我們 她只是告訴我們 這個陳太 找不到她的爸爸 終於就找了女兒 但是其實 這件事後來她告訴我們 就是 之前為什麼她要找你 找我女兒的原因 就是因為她的爸爸 一早已經放了一個 可以叫做鋼的東西 就是幫這個男人去擋災 其實那個所謂的鋼 是一種好像控制的方法 就是說 那時候我聽一個朋友說 他都說 如果你以前在大陸 其實很多人有這個方法 想那些小朋友聽聽話 聽聽聽話就說 就會拿著所謂的這樣的鋼 只不過是控制小朋友 乖一點 但是你那個人的心 是怎樣去運用這件事 有靈計 你控制得一個人 你就可以令到他為你做一件事 他就選擇了幫他去擋災 如果當他是知道 陳太太會有機會來的 他就一早已經決定告訴你 要找個女兒去幫你擋 而且這件事 整件事發生之前 當我剛認識我女兒 開始拍拖的時候 他就跟我說了一件事 他說這些事 他從來沒有跟別人說過 他跟他的三姐姐 一出生 就被他爸爸丟了出去 然後呢 他媽媽抱他回來 但這件事很有趣 他一抱他回來 他爸爸是沒有做任何阻止的事情 正常的說 如果我丟出去 你都把他丟出去 丟出去 就是這樣 但是他爸爸沒有阻止 後來這件事去到後中段的時候 高雲跟他說 其實他在這個降頭的動作上 一定要做這個動作 為什麼呢 因為他說 最有用的所謂降 是一定有血緣關係 如果丟出去 就是說這件事我不要 但是血緣是走不掉的 其實是 他完全是不熟悉的 不熟悉嗎 因為他是做校工的 他又不在家裡的 還有他那個人出名是自私的 所以整家都不太喜歡他 去到 我們要想辦法怎樣去補女友 是啊 還有他還有一件事 他說其實降頭是一種精神的事情 你知道不是好東西 所以他是 掩著不趕著 他去到12月 他就給了一件事給我 是一個肉的吊嘴 是一把關刀 打了三寸 他就跟我說 你給你女友戴著 戴著 一路戴著冬至 他說冬至那天 就是極陰的日子 陰盡陽生 他說 你戴著冬至那天 他就叫我一件事 你走到他家裡 下午到 搜一下他的屋 有沒有一些臨審的時辰八字 符 臨審 你試試找一下 他提議我做 他就說 你抄家裡的陳主牌 你自己去做 我只是提議你 你自己去負這個後果 最後我就做了這麼多事 他叫我一件事 那天應該是大約二十天 就會到冬至 他說 由這一天起 你每一天 你夜晚都走上去 看著你女友睡覺 他說 我做甚麼 不用了他有睡覺 你坐在旁邊 你看著就可以了 我說我上去看 他說 因為你本身居住的環境 他說是很獨特的 在他的口中說 其實我那個地方 在他們的門裡 其實很出名 真的很陰 那個地方 其實他說正常人住 所以他在等大廈 有一個特點 通常都是舊街坊會住得最久 新的不會住得最長 那為甚麼 他說 你們那間房子 擁有一個地方 就是一間道堂 那些叫線堂 裡面有陳主牌 其他東西 他說這間房子 其實以前很出名 正常的地方 那些師傅 每逢放了位 走了 是會請走 但是他說 這個老闆 原本是在旺角開檔 他最後被人趕走了 就搬到我樓下 他說他只是一個生意人 他不懂得請走 所以在這麼多年來 他說聚聚在一起 很多所謂的靈體 當是一間屋 都有人住在那邊 他就告訴你 其實他又不會有傷害性 不過那幫這樣的靈體 他會覺得這間房子是他們 你又不算陰 但是因為你習慣了 所以他說 你不用怕別人 所以他說 你就上去那家 就看著他 如果陳太出現 你直接跟他說話 陳太 我說我怕的 他說不要緊 你要記住 最重要就是 你要記住那個靈體 是什麼樣子 就是什麼樣子 你記住他是叮噹 他就出現叮噹的樣子給你 那天我是上去家 那天第一天 我坐就沒事了 但是我走的時候 有很大的問題 我離開那間屋 那時是冬天 因為冬至 接近冬至 我離開那間屋 我知道什麼叫寒入屋 但是很有趣 我進到那間屋 我是沒事的 所以說過了 相當的事 我是很平靜去到冬至 有看到陳太 之後我還了一把刀 師傅就告訴我 你知道這把刀的作用在哪裡 我說 我不知道 他說 為什麼我不跟你說 這把關刀的作用 就是因為 我怕你不還給我 他說這把刀是他門的一個法器 如果帶著那個人 如果有靈體襲擊他 那把刀就會把刀打散 他說正常就是 我們是驅趕的 很少會用這些招 但是這件事 因為是我去背 所以我就讓他用 所以他帶了這麼多次 他是搞定了 因為他最後是檢查 回到檢查的時候 陳蟹、陳生 連小朋友都不見了 是乾淨的 是乾淨的 說到我們已經 那兩位高人 以為就是那件事 因為他的業債 來尋仇那位 一個家人陳太 我已經幫他搞定 其實應該是沒有事發生 因為你是要找女兒去擋災 應該沒有事發生 我們都覺得 從那兩位高人跟我說 其實搞定了 之後我女友就送去醫院檢查 很快就離開了院 後來他們兩位高人 都上去他的家 都查看靈體是清潔的 過了一段時間 其實我女朋友有一個很有趣的習慣 這個習慣在我認識的女人的時候 我已經開始發現 是他每天有兩個時間都一定要下街 最奇怪的一次 九號風頭 我記得 我是在他家過夜 但是還風還雨 他仍然堅持要下街 就是在後來 因為我們知道他有些問題 發生之前的事 我知道有些問題 我有一天 那天應該都是一二月左右 都是天氣冷的日子 我是在他家吃完飯 我快要八點半 我是供了下街 打算下街 打算下街 說回他平時的生活習慣 吃完飯 他就會走一段時間 之後就會下街 馬上 八點半下去 等他 等等等等 那時候我女友是幫我看著上面發生什麼事 他說他爸爸就坐立不安 走來走去 走來走去之後 他拿個橙出來吃 又拿個橙 吃完之後 又仍然在那裡 好像想下街 但又不想下街 我等了他一個半小時 在下面 他就打電話給我 他說他正在下街 正常來說 其實我急了很多天 他每天都在閉路電視看 他走正門 próxim 他那天是走後門 奇怪為何 當時我們不知道 他是養鬼仔 這就是衍生在第二件事情 為何我們逐一整件事還沒完 就是這三隻鬼仔的問題 過了一段時間 當時我們仍然覺得 我去等他 他知道我在等 就是在回避我 過了農曆年後,我發現他爸爸經常種馬 平時他是一個不經常種馬的人 但他不經常種馬,而且種馬應該是很高調的 他不經常告訴他老婆 他種的馬的次數是每次亂買都是種的 是幾萬幾萬回來 有時經常種馬的人種馬 我們都覺得沒什麼問題 有問題出現就是 我女友開始做夢 但夢都是一個很粗勞的夢境 沒有人的,他覺得奇怪 有事發生 就告訴那兩位高人 他說,你馬上帶我女友走 我們去了我家 情況比他家的時間好很多 但我發現,安全計 我送了他去醫院 到醫院,我開始跟他們 聊天發生什麼事 他又告訴我 原來之前,他沒有跟我說過 他家裏是有降頭的 為什麼呢? 之前不是說,免得我們操心 所以就不告訴他有降頭 況且最重要的就是 已經幫我們清了陳太和陳先生 應該沒什麼事搞的 我們就開始研究一件事 那兩位高人就收了一封禮事 他說,從現在起 我是一個委託人 其實這個字只是告訴你 他會幫我做事 因為上次都是我自己來的 就算我上去佈他們 都是我自己一個親自上的 今次就由他們出馬 他就給了幾封禮事給我 封禮事給他裝了一些東西 我講其中兩封 其實他都給了我四封 其中兩封就是 一條紅繩和一條黃繩 他就叫我女友戴一條紅繩 而我戴一條黃繩 他那時候講這條繩的作用在哪裡 那條紅繩就是我女友戴一條 就是直接連繫自己的彈 而我那條黃繩的作用 就是我會把外面所有的陽氣 他會叫我每天曬一次太陽 你說你最少都要曬一兩小時太陽 還有你條黃繩的最大作用就是 會把所有在你身邊走過來的陰氣 會轉到陽氣 然後把你的東西帶到紅繩 給紅繩的那個人用 這兩條繩的作用在這裡 我家裡照做 同時那兩位高人 就去了我女友家裡的房間 對著家裡的廳窗 對著一個多層的停車 我曾經問過他做什麼 他說師傅做了很多事情 其實我知道 因為我聽他們說 其實他們做很多事 但他們不想我的粗心 他說你下去看著 看著你女友 其他東西交給他們兩位做 簡單來說他們曾經做過什麼 還有為什麼我們知道 那三隻鬼仔的作用在哪裡 就是原來那三隻鬼仔 他父親發現陳太後 他故意養三隻鬼仔 想要旁身 另一方面 其實他是不是真的要去女兒呢 他可能怕女兒不夠頂 起碼背上三隻鬼仔 做個保安也好 他就做了一件事 還有後來陳太離開之後 那三隻鬼仔在做什麼 原來陳太之前 和我女友的父親有個協議 協議就是 因為我不見一個女兒 你要給我一個女兒 陳太就在那裡 三隻鬼仔看到 他們都想要同一樣的賞賜 我女友的父親說 我會給你一個好處 我會給你要錢 所以之前他縱過馬 但是這個所謂的條約 從來是沒有說多久 所以他縱了一個月 觀察中 我聽說他是整天一縱 但是鬼仔給他贏錢 就贏了很短的時間 但是因為他說給他女兒 從鬼仔的角度 可以繼續拿 所以就會發生所謂的 要拉他走 這件事 因為他說 他的房子除了有這樣的情況 是有一個協議 就是要交女兒給他 同時他在房子裡做一個結界 將房子封了 一定要把女兒關在裡面 好像製神一樣 我忍悔一點說 他的叔叔其中有一個兒子 是參與過香港一宗很冷血的殺案件 不如這麼說 但是從他叔叔的口中說 他說 我兒子是個好兒子 我兒子殺人而已 算什麼大不了 你幹嘛判他終身 那天他做了三天三夜 收到這樣的消息 就是他拿來做一個協議 所以搞成這樣 另一方面 怎麼說呢 那三夜最後是完成了 但是之後 香港的高人說 以後都不要帶你女兒 又再回家裡 延續下去的事情就是 他怎樣 用很多方法 都要叫女兒回家 還有 另外一件事 他要令到我覺得法 這件事 我不知道 因為我有條繩子擋住 師傅也說那件事 其他事情你不用管 就算我給你扶你燒 和由他去燒 大家層次都不同 留回去自己做 他說你自己安心看著你女兒 最後他就告訴我 你以後不要帶你女兒回去 我們唯有方法 就搬到我家裡住 一出院就拉到我家裡 之後我聽到一樣 蠻奇怪的事情 就是我跟他的媽媽聽回來 就是說 原來那三個所謂的 偷下來的三兄弟 他們的資產是有些共同資產的 在他們所謂鬥法那三天裡 他們是馬上分得很清楚 想跟我女兒有個爸爸 劃清界線 好像有些所謂的錢 一起共同持有 突然間就會分得很清楚 一人一份 還有一樣我們不明白 他在內地是有層樓的 層樓從來都不是寫他的名字 寫了他內地一個所謂的同鄉兄弟的名字 會不會其實他們這幾個所謂的兄弟 裏面是在夾訓做一些事情 他知道有人在跟他對抗 甚至可能他們現在處於下風 所以就說 你不要搞我了 你自己一說 背了 這件事他們自己有什麼資產的調動 我們不理會 我去到我家裡住 之後都沒有什麼視覺 後來我記得幾個月左右 我跟女友還可以去曼谷旅行 那時候泰國的高人已經回到泰國 有一天我們在迫斯門口遇到他 他就說 你好了很多 因為他曾經形容過我女友是一隻鬼 他說他陰氣重了一隻鬼 他說好了很多 不然就很開心 之後回來不久 但我聽到一件事 從他媽媽口中聽說 那些人又把資產變回原本 你不要再為他犯 之後再過了幾個月 我跟女友去過一次北海道旅行 去過幾星期 我回到家裡有趣的事情 我家裡沒有蟑螂 從來都沒有蟑螂 從來都沒有蟑螂 那我在我的房間 我們房間的床頭 的地下 我記得是死蟑螂 一隻串幾的死蟑螂 反了一套 然後死了 那幾次 覺得奇怪 我們都未必有其他的異樣 但是後來都問一問高人 他們 問一問香港高人 因為那時泰國那位 不是香港的 我問一問他們 這些是一些失傳的方法 為什麼蟑螂會死呢 我問他們的問題 因為他的能力用了 等於有些人過身 看到一些飛蛾 為什麼最後會死掉 或者不走 突然幾個小時後 看到蟑蟲的能力 所以他就會死 情況一樣 大約 不要緊 你就有去 都沒有什麼特別事 他說 搞得這麼煩 還要迫入你家 但是你現在的情況 都沒有太大的問題 還有他進來都沒有什麼問題 那就不要緊 開始進入大約陰氣重的冬天 那時候 我女兒身體開始差 身體開始差 進了都幾次醫院 但每次他在家裡的反應 就很有趣 他說 我頭暈 呼吸困難 但是每次來那間屋 去到樓下十字車 他就沒事了 就不用進入了 通常都要照進入 就是中下身體 奇怪 開始就發現身體好像差 身體好像差 情況就跟之前一樣 高人說 肚子是大 其實那邊 真的從頭到尾都沒有停過 是在騷擾我們 那時候應該是用他的鋼的所謂的控制力 來令到他想回家 還有他想我覺得煩 最重要是一件事 要我覺得煩 把我女兒給他 最簡單是 他只要讓我離開 沒有人幫他 幫我女兒 那你不會 他也想不到我不會 總是死撐下去 還有這麼多人 OK 搞一搞 搞到他大約 時間不多 遠一點說 去到另一年的大約 後來已經康復了 應該已經去到另一年的四月 已經康復了 他再上班 其實他應該是放病假 十個月了 可知他的身體其實挺差 斷續續 再上班 上班的第一天 回到家 他說很不舒服 很不舒服 那時候應該是 我記得是四月一日 應該是復月節假之後 第一天上班 他說很不舒服 那時候 之前他跟我說 要我整天陪著他 我陪著他一個最大的勇途 我一定會跟他身邊 那條繩才發揮最大的作用 我告訴他 他上班只要三天 就已經不可以再上班 已經是腳腫 肚臟 他是用幾天時間 把病情扮演出來 之後的斷斷續續 他不停進醫院 之後 高仁跟我說一件事 不要讓他父母進入 因為我女朋友住在隔離房間 只有兩張床 自己的房間 他說不要讓他進入房間裡 還有他家人拿來的任何一件事 都不要放到他的房間裡 其實在這個情況裡 曾經有多次 他媽媽是拿一些東西進來 而放下就沒有扔 因為通常我一見 我禮手幾天走 我就會扔 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有一次 她媽媽拿了袋鏟進來 她媽媽走完之後 我禮手把袋鏟放出去 大約十多二十尺遠的 就是一個護士站的垃圾桶 我是走出去外面扔 扔完之後 因為他的窗裡 是可以看一條走廊 我看到他父母進來 我心想 不是吧 你走來幹什麼 誰怕他 但是好笑 他走到那個 扔橙的垃圾桶 他停了在那裡 停了兩秒鐘 他回頭 他回頭 我心想 難道那些垃圾 真的有所擺放的東西 所以他好像知道 我代產放在那個位置 他突然停一停之後 走了 又是這樣 持續了 因為他不在我家 因為在那個情況下 如果從醫院角度 就不會放他走 不會放他走 但是要 不放他走 所以他有大部分時間 都是跟我有一個時間距離 去到大約是八月 還未到 這樣他是可以出院的 那時候我自己簽 是自己簽出院 但是過了幾天 他突然很不舒服 想入醫院 之後醫生說 你叫家人來 他不行 他在家停留了五天 之前還沒什麼問題 之後還跟他聊 他的手機電話 應該買哪一隻 但是晚上突然不行 他叫他回來 我心想 他爸爸會不會在家裡 我看見他媽媽來 我說 那個壞人 在哪裡 我怕他入不上 他說 他說 他老公在那天 是預約了時間 入醫院做身體檢查 這麼巧 就是這麼巧 我們很不明白 他說 好像不是吧 因為他跟他擋災 會不會 其實他知者有事 所以那天發生事 這是我們猜測 也有猜測 也有猜測 但是同時間 高雲跟我說 因為我女友不在 他有一條繩子 有個問題 是其中一邊 如果已經離世 你要馬上扯斷繩子 因為他說 如果那邊有陰器 有陰人去戴 我是有事 他說 我轉後給另一條黃繩 完了 整件事就當它完 因為人都不在 那天的第一七點鐘 他整個人都離開了 他流了一滴眼淚之後 過幾個陣間 他已經快點趕到後面 我們是以為沒有事發生的 我把這件事告訴了 香港人 但是他也會補充 扯醒的時候 他說 沒有理由這麼快 然後就聯絡泰國那位 泰國那位 他隔著那星期 是會回來香港 有事做的 之後他私底下 就幫我 我派了兩隻鬼仔 是專門陪先人信號 因為他有一些鬼仔的作用 就是專門陪先人信號 他說 我幫你陪他 幫你看著他 他隔了幾天 他告訴我 他說 他突然停了 隔了一天 他回家說 不是 他家裡那邊 有人照著他回去 泰國人跟我說 我們現在在想辦法 因為之前我不是說過 為何他每天要下街 我現在快點說 其實為何我們破不了他的鋼頭 因為他之前 曾經跟下鋼頭那位法師 有個協議 他說給了一件信物 我女友的父母 如果法師不在 正常來說 鋼頭是會斷的 如果法師不在 仍然由我女友的父母 控制著這件事 為何他下街 因為他講過 一定是一件鐵的物體 每天你都要下街 在有陽光照的泥土上拆它 拆到它拆 拆幾下就可以了 堅持地拆 就是這樣 就可以有所謂的信物 所以同時間我們找到 所謂幫他下法的師傅 的後人 他也說過 其實我想幫你解釋 也解不了 因為上一代樓下的東西 我也不懂解釋 只隔了三天 可以打電話來 你立刻睡覺 你如果想看你女友最後一面 我給你看 看他怎樣走 我五時半會送走 總之我是睡不到的 他說我現在給你三小時的時間 你睡 你很睡嗎 他約六時半會打電話 我送走了 我找不到你 你是不是沒有做夢 我說我睡不到 他說我唯一的方法 就是我犧牲一個鬼仔 因為他說他的鬼仔 其實是陪先人上路 是要訓練很久 是很難才找到 因為他說唯一方法 有個鬼仔拘捕 我女友所謂他要走的路 他說只要過一個位置 他就沒有方法照到他 所以他說要想幾天 因為他說 其實沒有了就沒有了 他說很難才有一隻 專門訓練出來做這些事 其實有一件事 就是我整件故事 有些事我要簡化 其實整件事 我現在說了大約六成左右 還有六成 所以有些事 其實我很多人沒有說過 不過有機會才說完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